《调解为先》 《调解为先》 很高兴今天参加到 由律政署举办的《调解为先》的一个研讨会 这个活动最主要是要来推动《调解》 作为一个解军争的方法 我认为参与这个活动 很开心知道在香港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专业 大家都希望去加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帮忙解决大家的纷争 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专业 他们非常有趣 使用《调解为先》 作用《调解为先》 我们想推荐和调解 使用《调解为先》 以其中选择选择选择 在早期期中 譬如治疗完之后 那个效果未如理想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用到 一些临床的沟通 包括用《调解》的方式 去处理这些纠纷 学习《调解》 是令到一个人 看每一件事的时候 都可以中立一些 在不同的行业 我们希望用《调解》的方式 或者技巧 帮助我们重建 我们大家的互信 沟通的关系 实际上 《调解》的方式 可以帮助其中选择 成为其中选择 而在同时 保密的关系 调解的过程是保密的 换句话来说 争议者在保密的情况下 在无损双方权益的情况下 安心地将他们心里面的话 可以说出来 如果可以将这个解决 在不需要花太多钱 亦都不需要上法院 亦都不需要做仲裁的情况下 一早可以解决了这件事 达到一个 Win-Win 相赢的局面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Pie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mediation MING-Win 相赢的局面 MING-Win